这位老板 老师 大家好 我叫杨开亮 今年28岁 来自于天津 毕业于天津商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这个平台 我希望找到一份城市经理 或者是销售经理相关的岗位 希望我接下来的表现能让大家满意 谢谢大家 大老师 开亮好 第一份 第一份说叫什么经理 城市经理 城市经理是什么经理 对 城市经理相对于来讲的话 它偏向于销售一些 但是它所负责的范围可能会更广一些 它还会涉及到市场 财务或者是物流 订单管理这些 有一个经理叫城市经理吗 有一些公司会叫城市经理 或者叫区域经理 都可以 你之前是做快销的吗 是 所以快销区域经理是经常出现 区域经理 那你今天是不是还是奔快销来的 不完全是吧 不完全是 但是对快销可能了解一些 了解的更多 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做快销 第一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我是在新华书店 新华书店 对 做多长时间 做了四年 为什么干了四年 干了 怎么说呢 因为当时毕竟是第一份工作 可能当时也是很年轻 做到首席营业员之后呢 然后呢 可能对下属呢 往往要求呢 可能对下属会严厉 对自己呢 可能会放松一些要求 后来不得人心嘛 好 离开了 新华书店了 接下来又去干嘛去了 去了 天天鼎义国际食品员公司 就是康师傅方便面 康师傅方便面 去做快销了 对 做了多久 做了六年 那为什么又离开了呢 公司新调来一个台湾的领导 然后我对他的做事风格 我不认同 这回变成跟上级 关于不好 是 好 这是第二份工作 第三份工作是什么呀 第三份工作是在那个 合计黄埔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作为市场的集合主管 这家公司 他做的产品呢 可能说在市场上的一个地位 再加上 公司的一些个文化上的一个 有一定的冲突 我发现你去哪都有冲突 不是我的冲突 不是我跟公司的冲突 你看你在新华书店 和下属关系不好 去了康师傅吧 和上级关系不好 到了这个合计黄埔吧 最后索性发展成国企和香港企业的是非 这哥们其实吧 是表达能力的问题 就他过往经历的对比啊 其实是老板们在看他 到底有没有一个自省跟自我学习的能力 你可不可以说一下 你第二份工作有没有带团队 有 那你跟你的团队相处的结果怎么样 我非常好 这么说吧 我和我老婆 我们的孩子就是在我的区域 我老婆怀上的 对对 稍等一下 我得我俩 因为当时是刚结完婚 然后我就被外派到下面的外部的区域了 然后老婆跟我一起过来的 我们是在租的房子里边 有的我宝宝 这是你 这是你 这是你家的事 这是我们问你 说明他能吃苦吗 我们问你怎么管理团队 你告诉我们的是 你怎么让你老婆怀孕 管理团队的话 如果说是管理团队的话 这么说吧 我会给我的员工 第一个 我会有一个晨曦会的制度 我会每天早上 让我的员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让他们知道今天他们要去做什么 然后晚上的时候 可能这个聚会时间会比较长 我会找出来一到两个做的不好的 我会问他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今天的达成率是多少 然后今天为什么没有达成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 你需要我什么帮助 这三点 好 我会把所有人都召集过来 就是如果你的团队里头 有一个成员 连续四次被人家给拒绝了 这个时候 你刚才说你会帮他 你怎么帮他 我会在我们这边叫协同拜访 然后我会在现场 我去跟这家客户去沟通 然后让他在旁边学 这个还是 我觉得就是说 那你跟他沟通 如果你也失败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 我会把所有人都召集过来 让大家帮我一起去分析 我身上所出现的问题 还有说 就是说我所没做到位的 让大家帮我分析出来 然后我再去第二次 你知道我会用什么方法吗 我会上来之后先这么说 我很沮丧 因为我以为我能谈成 我实在是低估了我们的对象 所以咱们得调整战略 真的兄弟们来帮我想想 咱们一块 想这事怎么弄 我会用这种方法 惠普 你评价一下我们俩 你的方法和他的方法 都是差不多的 都差不多 我总觉得我的档次高很多 没搞没搞 这是最好的一种方法 就是 谁的是最好的 先不要讨论 结果失败还是什么 我们赶紧把它当作 一个未解的命题 两个人兴致勃勃地 划他的决策链 重新研究这问题 就不要探讨说 你也输了 当然我还有第一种 更牛的方法 我会训斥我的下厨说 你怎么没分析好 客户需求就把我叫过来了 你真是的 其实 你永远高高高下 这个城市经理 你要做的这些区域经理 他都是一个中层 相当于城上旗下的 那我想让你跟我讲一下 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员工 和我作为一个老板的时候 我需要的是一个 就是说 什么不同的特质 首先对领导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说 领导交办的任务呢 肯定就是叫执行力 去执行 对于下属呢 我要给他们一个 很好的职业规划 然后 当他们的一个好大哥 然后 就这块海底咱太虚了 张绍刚就你心进销售 正对未来充满着迷惑也没挣着钱 现在 哥我的未来是什么呀 哥 我的未来 我就是你的未来 我现在每个月 那我要去死 我看到你 我一想到我的未来是这样 我就 万箭穿心啊 既然你要进到这家 你最重要的是什么 快赶紧说 哥 我的未来是什么 你可以从助理业务代表 做到业务代表 做到组长 我能帮助你 我能带领你 去完成任务 好 反正这个歌让我万箭穿心了 行 来吧 各位 先做选择 你们认为 开亮 继续还是离开 选择 来吧 五位留下来吧 好 努力加油 向五位证明 天生我有才 我也不懂快箱行业 然后 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勤奋 或者是目标感很强的人 就是刚刚他们说的这些问题 我也在想 你到底是一个适合单兵作战的人呢 还是适合带团队作战的人 应该这么说吧 应该说拿业绩说话是最确实的 在天天鼎翼工作里面 当时那边的业绩 每个月是15万的业绩 然后在我第一次从那个地方 离开调到其他地方的时候 那个地方成长到了100万 我15万到100万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有团队的 只不过就是团队偏小而已 但是我认为就是说 在团队里面 我可能工作起来会更开心 跟我的团队一起成长的话 我会非常的开心 巴尔曼是一个高端的 奢侈品的品牌公司 如果你来我们这儿 做这个销售经理的话 你认为到我们公司 你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 也就是你能为这个公司 做的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简单点说 我的能力应该说 在销售应该共通 然后其他的方面 在于代退方面的话 比方说沟通 或者是客户问题 客诉的处理 这类的一些个培训方面 我想我会给员工 一个很好的一个培训 我们是一个连锁加盟的 这样一个酒店行业 对吧 如果让你做我们的销售的话 你到哪里去找 最有可能接近 好比来加盟我们酒店 连锁酒店的这类客户群 作为如果要是以我的经验来讲 我接触到的人的话 应该说就是说 这些个经销商私营业主 他们有可能会把挣过来的钱 拿出一部分来投资酒店 还是在现在熟悉的这个区域内 来做的问题的拓展和延伸 其实你的分析能力 刚刚稍稍有点弱 因为你没想到有一些小旅馆 可能本身已经是一个小旅馆 我真是感谢你 你一下就讲到点子上去了 我就本来期望他讲这个事 但另外一点 我要提醒你一句话 之后的工作都要注意一点 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 刚刚杭总在说他的那个产品 对不对 你说其实也差不多 总为销售都有同样的原则 其实非常不一样 大商场跟小的超市 对口非常不一样 而且你卖的是快销品 它真的是有差别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 普通的化妆品 我们想 哇现在有降价打折 陈欧那干这个呢 一降价打折 呼噜呼噜咱们这买 注意卖奢侈品 有一个特点 绝不打折 因为买奢侈品那些人不缺钱 不光不打折 还生钱 这个月卖六千八 下个月卖八千六 哇抢得呼呼的 非常正确 我们每年都涨价 真的假的 真的 我们每年都涨价 而且涨价的幅度都很高 每一年都涨价 反正我本来是反讽呢 结果一下说到了行业的真谛 哇 文老的伊斯兰 五位 现在到了你们选择的时候了 你们决定 让开亮继续 还是离开 选择 好 不错不错 三家留下来了 聚焦摄影 简单地说一下 职位的名称 这样好不好 聚焦摄影给你提供的是 市场部的拓展经理的职位 这个工作是直接我们总裁管的 好 这是聚焦摄影 苏巴酒店徐章 我们在天津呢 正好就需要一个城市经理 这个城市经理呢 就是做我刚才描述的这件事情 就去拓展我们潜在的 加盟的酒店 好 这种业组 好 来 华琪 开亮 给你留灯呢 提供职位 完全是看在你几年的快销品的经验 但是真的在这舞台上 没有看到你任何的销售方面的能力 所以只能给你提供 渠道的销售主任 从第一座起 渠道的销售主任 走上前去 把聚焦摄影 苏巴酒店和华琪当中的一家的灯 关掉 感谢良静 阿琪 被你离开了 有两家留下来了 放心 大胆 别客气 谈钱不上感情 那么我给你的薪头呢 是5000底薪 每增长一个项目 增长1000的一个绩效 然后呢 就是所有的这个项目当中产生的业绩 你都有提成 我说的这个哈 没有所谓的试用期工资 就是这么多钱 很简单 许总 那我们这边是这样 工资的底薪4000 但是我们这个销售团队 他们平均工资拿的话 都是在8000以上 就是你刚才的表现 其实我问的几个问题 我并没觉得你很好的回答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培训你 我们有非常好的培训体系 好 我们来去教你 邵刚能给他个建议吗 六年的资历真的不浅 但是体现出的管理修为啊 太浅了 所以一定要选一个培训好的公司 把你的以前的管理经验重塑一下 对你以后求知会非常有帮助 好 谢谢你的建议 15秒钟的思考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聚焦 还是速八 还是跟二位说 谢谢 再见 选择聚焦摄影